好各位老师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怎么样用Explain Everything 来做这个之前各位呢 看过的这个作文讲解的影片 因为呢在这个 一些场合里面或者是在网路上 都有老师陆续的问到我这个问题 好那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我的iPad Air的画面 好那呢因为我的那个App实在是很多 所以那我又不喜欢一页一页的一直翻过去 这样很烦 所以我用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整理在一个一个的抽屉里面 所以看起来呢 我的iPad的一个这个Home Screen是长这样 好那我把这个Explain Everything放在教育的这一个 各位看到吗 我是放在教育的这个 那当然你自己想放哪里就随便你 好那因为它是我很常用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第一页 好那这边这个就是可爱的 了不起的Explain Everything 好那我们就把它打开 好那打开的话各位会先看到一个呢 它这个检视它这里头的所有的这些Projects 所有的这些专案或者是呢 这些编辑档的地方 那我已经有抓一些东西进来了 那各位老师您如果呢是新的话呢 新的Explain Everything的话 当然这边就是空白片 好那空白片你有两种可能 各位在左上角这边是不是看到有一个加 如果只有单纯的一个加的话呢 就是你直接开启一个 好像开一个这个投影片 开一个你要做一个PPT一样 你开一个一个档案这样子 然后呢自己慢慢的来做 好OK好或者是呢像我比较常常用的是呢 我把原先有的PDF档 或者是呢这一个投影片档直接抓进来 所以这边呢有一个各位老师有看到有一个加 那后面有一个文件的一个logo的 好那这一个的话呢 OK就是呢汇入档案 那当然最右边那个当然就是分享 那个我们先不管 好那我们呢看到这个汇入档案 好那汇入档案的话各位老师 你就可以看到底下呢 当然最一般的就是 这个这个device里面的照片 或者是音乐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放一些 他也会帮你把你的一些专案档存在里面 OK或者是呢你可以呢 抓你dropbox里面的东西 或者是你可以抓你evernote里面的东西 或者是google drive 或者是这什么文件这我不太清楚 好那时候就懒得去研究 好或者是你看这边还有box 还有sky drive 还有这个score tube what's that I don't know OK anyway 好那我最常用的 好我最常用的其实呢 就是抱歉就是dropbox 还有呢google drive 还有呢从呢 呃机器本身抓一些照片 好OK 好那其实这个你只要把你的那个账号呢设定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的话 他当然就会叫你先输入你的账号来做这个连接 好那像我这边当然是已经连接好了 好那我们先不管 OK好那因为我已经抓好了 我已经抓到桌面上来了 所以呢各位老师就可以从这边直接把它打开 因为你抓好了他就会在那个桌面上面 OK好那这边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抓进来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您原先制作好的pdf档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pdf档 如果你原先制作好的pdf档呢 是有分页的 那explaineverything他也会很聪明的就帮你分页 这点我觉得他还真的蛮厉害的 好OK好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跳过第一页第二页 因为这个是我上次已经讲过的 我们就到第三页 好那第三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通常的话你就是哦 诶那这个我要把它移动一下啦 好但是移动一下有时候 有时候手指头会发抖 诶然后就会发现 哇他怎么左右在移动 诶放大也可以耶 我叫他转弯耶 OK好但是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的需要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 我会先把它进行一个锁定的动作 好那怎么个锁定法呢 各位看到左边这排工具有一个 虚线框加一个i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虚线框加一个i呢 把它把它呢点起来 因为这它这表示说有一些功能啊 好你必须呢要把它叫出来这样 好那怎么把它叫出来呢 就先点这个虚线框的i 然后再点你汇入的档案本身 好那您就会看到这些选项的出现 好那我们看到呢 比如说你可以呢做图层的编辑 你也可以呢把它这个duplicate复制 或者是呢甚至于你可以让它都不要旋转 好OK比如说右边这一排 它呢第一个是都不要旋转 第二个呢禁止放大缩小 好那通常来讲的话 放大缩小比较不会去碰到 但是呢左右移动是我不想要的 所以呢我就这个lock horizontal我就把它选起来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让它上下跑 因为文章有点长 但是呢当然你看不到我的手指头 但是我的手指头不管左右怎么样在动 它就是不会左右乱跑 这个就是我要的 OK好那所以呢这样子准备好了 这个文件之后 再来的话当然就是要准备您要录制的内容 OK好那录制的内容的话 我第一次跟第二次不太一样 因为第一次的话呢 我的同事的孩子的文章还在我这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它那一篇文章 因为它的那篇文章上面 我已经画了一些红线 就做了一些标记 希望它呢根据那些标记 然后回去看这个教学影片 然后呢来做定证 所以那个时候我手边是有它那一份 我画记过的那个纸本 然后我再对着这个来讲 OK那个是一个方法 那第二次因为我已经把它那个文章通通还给它啦 那怎么办呢 好那我可是我手边还有那个拍照 做成的PDF档啦 所以我就在另外一台 我的小的iPad mini上面 再把那个档案把它叫出来 然后呢也做了一些笔记 好所以我变成呢 拿另外一台iPad mini上面的一个 PDF档标记过的PDF档 当做我的一个讲稿 然后呢再对着这一台iPad上面的Explain Everything 来做录影 那其实老师您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如果说你另外一台是笔电也可以 或者是呢 你喜欢这个纸本 然后呢随时可以用笔呢 加一些注记 我觉得都可以 那我不太建议说 一定要打稿子 因为有时候一定要打稿子的话呢 念起来会很相应 而且 而且太要花时间了 光要写那些稿子我就累死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只要重点就好了 OK 好 那当我们把这个要讲解的重点呢 不管你用任何方式准备好了之后 那就可以开始录制了 好 那录制的话呢 其实Explain Everything 它会提供你 如果你到哪个地方 你讲错的话呢 你都可以从那个地方 你录完以后 你可以从那个地方才回头 好 好 那如果呢 你不想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等到汇出成MP4档之后 再去做编辑 再把它抓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编辑 当然也是一种方式 特别是说如果忽然呢 有电话铃响来干扰的话 好 这个是一个方法 Anyway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怎么录制了 那录制其实很简单 各位老师呢 各位伙伴可以在下方 OK 看到呢 有一排按钮 那一排按钮的话呢 当然有一个那个红点 那个红点的话呢 就是录制的键 然后它可以把整个荧幕的过程 加上呢 您讲的声音都录制下来 OK 好 然后录完以后 你也可以先播放 好 好 那右边呢 这边有一个这个00000 这个当然就是时间计时器 让你知道说呢 你目前已经在这个 在这一张slide上面 你已经录了多久 那Explain Everything的话 它不是 它不会帮你算 Zone的一个长度 它是呢 帮你算每一张slide 你花了多少时间 OK 好 那左边这一排呢 通常呢 我们比较会用到的呢 是比如说第三个工具 也就是笔的工具 OK 那那个笔的工具 你如果点上去的话 您就会发现 第七个工具变成橡皮擦 但是请您要注意到 就是说 您一定要在你写的 那一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发现 你有写错任何字 可以去擦 因为如果你一旦 转换到别的工具 要再回来擦 就没有办法了 好 这个请您要注意到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当然这边呢 有一些 比如说那个这个是 插入一些形状 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地方说 哎来请注意 然后你就加一个箭头在那边 哎星星加上去 这个地方要注意 之类的 好 不过呢 我比较没有那么爱用 很多的花招啦 OK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文字方块 您可以加文字方块 好 但是这个呢 一般来讲 我也不是用那么多 因为其实版面已经很花了 好 或者是您也可以加 档案进去 那这个加档案的话 其实通常也是呢 好像您在做这个投影片的时候 比较会用到 那它的 它还不错是您有很多多媒体的选择 好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 laser pointer 好像也可以在讲课一样 这样子来做 好 OK 好 那I那个我们刚才讲过啦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最底下这个鼻色的选择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 黑色红色 我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呢 我比较喜欢用绿色 所以我会把绿色 我把蓝色调成绿色 然后把它调的稍微深一点的绿色 这样子 好 那这样 那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花俏的 就是它没有这么多种颜色 你可能没有办法像你在学校用黑板 或者是呢 你呢 准备了一堆彩色笔 来给学生的作文 不过我想 嗯 真的颜色太多 也是很 令人很混乱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说color coding 也不要一下就太多吧 好 好 那现在我们稿子准备好了 然后呢 笔色 工具也都搞清楚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录了 好 好 那录的话其实就很简单 你就能把那个红点按下去 他就开始录了 所以你如果第一次不太 不太熟悉的话 最好呢 先想好你前面要讲哪几句话 那其实我觉得不用太紧张 因为有时候学生呢 你如果跟他 嗯 太正式的 好像在演讲一样 这样表达的话 他会觉得非常有距离感 所以你倒不如就亲切一点 有点像在跟他聊天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就像我在跟你聊天咯 好 OK 好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按下去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录 嗯 我想 呃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是第三篇文章 那第三篇文章 呃 跟前面两篇不太一样 就是呢 你不用再看图了 好 但是呢 一样也是要发挥一些想法 跟一些创意 因为他 我们来看到这个提示 提示的话呢 他跟你讲说 如果有某个神灯精灵愿意赐予你三个愿望 你会选择哪三个愿望作为生日礼物 好 那我们这边要注意到的 keywords 神灯精灵 三个愿望 然后呢 生日礼物 这很重要 好 OK 也就是说这三个愿望是生日礼物 OK 好 那他当然已经跟你讲说什么叫做神灯精灵 就是这个 Genie of the lamp 好 再来的话关键字是写一封信 也就是说呢 你不是写一个叙述的文章 而是一封信啊 好 然后他告诉你说可以分段可以不分段 好 那基本上老师还是会建议你要分段 因为呢 不分段的情形是除非说你写得很短 否则的话 看起来你的文章会写得很冗长 而没有结构 好 那这个分段呢 其实还蛮简单的 第一段的话 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做 Introduction 那Introduction的话 你可以先感谢神灯精灵 你也可以开门见山 就跟他讲说 这个 你的这个 你这个真是太棒了 因为呢 我呢 有很多很多的愿望要实现 我的那三个愿望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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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 然后呢 中间那一段的话 就是告诉他说 为什么你要许这三个愿望 然后最后做一个结论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录制 录完了以后 你就直接在那个红点上面把它按一下 然后呢 这一段就算是完成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刚才这样子 讲废话 讲了 一分五十秒 好 那你可以听听看 只要按那个Play 好 那通常其实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都会觉得颇为不满意 但是我跟你讲 一回声 二回手 三回 你就麻木了 所以也没关系 因为 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口气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那其实我觉得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也都还能够接受 所以没有关系 这样子 OK 好 好 那录完了之后 假设说我们现在录完了 录完的话呢 因为这个是影片 所以我们不会选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 是图片的汇出 那第二个这个才是影片的汇出 好 好 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会选择说 像我啦 我会直接选择把它丢到YouTube上面去 好 那当然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说 如果你带到 如果你呢 丢到YouTube上面去 万一在学校 好 你要学生要利用下课的时间 或什么时间看 如果网络不是很顺的话 怎么办 所以其实你可以先丢 第一个 也就是呢 丢到所谓的 你的本地的这个 本地的这个camera roll上面去 或者是呢 你放在任何云端储存的地方 然后 你都还可以再丢一次YouTube 也就是说它同样的东西 因为它这是一个专丹党编辑党 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一个处理 那你如果要确保安全的话 你可以先丢你机器里头 然后再丢一次YouTube 或者是先丢一次Google Drive 或者是Dropbox 然后再丢一次YouTube 好 我们示范一下 你如果丢YouTube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账号已经先设定好了 好 然后你就要改一下标题 好 比如说呢 Comp 我好像应该用打字的 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中英文转换 它有没有办法让那个 让这个iPad自己感受一下 我是在写中文还是在写英文呢 那这样就更厉害了 好 OK 好 那这个是15 好 然后这些看一看 都没有问题 Education 那个因为是我之前的设定 它都会记得 好 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按右边的Publish 它就会开动了 OK 好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好 那或者是呢 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专案档 把它呢 汇出到别的地方去存起来 好比说呢 在学校有另外一个iPad你要使用 或者是像我有时候之前是会把我一些 会把我的东西分享给我的同事 好 那我也可以用这边去弄一弄 然后把它存到我的这个Dropbox 然后再分享我给我的同事 好 OK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录制的过程 好 那有时候当然呢 这个因为这个东西 我现在是秀给各位看 好 好所以呢 我有一些处理这样子 那比如说刚才 比如说你还可以用笔画剂啦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三个愿望啊什么东西的 我都有用笔画剂 好 那如果我现在已经汇出汇完图片了之后 那我这个文章 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做这个 我还没有做这个影片 那所以我不想呢 这个让它上面有些东西弄不掉啊 好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按这个回到桌面 回到桌面它就问你说 那你这个project上面呢 你做的改变你都还没有存 你要不要存 那我就说不要 因为呢 我这个影片其实我之后还要再做 那你如果要存的话 你如果做到一半要存 你可以存 好 或者是呢 我就说不要 那不要的话就没有存啊 OK 好 好 那就回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呢 整个一个explaineverything 你可以应用的方式 好 那我们 希望这样子的话 对各位老师的使用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想我们都可以再讨论哦 那我们可以再讨论哦